每个人都这么的可怜欸,每个人都需要救,对不对啊? 所以台场来一次也不容易,所以我就尽量多救一点,对不对啊? 台湉您好。 您好. 我是今天用台长,我知道他的异心。他是85年属牛的。 85年属牛的是吧? 他 你想看人家告诉我 他爱这么多 他爱这么多 爱你好 我告诉你 在他的这个部位 腰部一直到大腿部 这个地方很黑 手上边在两边好吗 鼠宁 因为开场一直打上去 看好了 我下来了之后 那么我就会忘记他生效 就是要问 那我再打上去 所以我打上去的时候呢 就气场打上去的时候 最好呢就是说 你要多问几个问题 你听得懂吧 他是85年 数年了 他动过手术 有 2010年 他现在的右边啊 他现在的右边啊 右半边啊 不是太好 明白吗 明白吗 对 这个小弟啊 你还聪明 明白吗 年轻的时候想得太多了 做了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 现在台长是看得出 我也不想让你在大家面前说 承认不承认 但是台长现在告诉你 你必须要承认 你要忏悔 小弟知道吗 什么事情我就不承认 很多事情都看得见 所以小弟你要从心中就开始想 我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 观世音菩萨 你原谅我 我年纪还轻 我希望能够在人间 多做一点善事 来弥补我过去的过失 如果我身体好了 我一定会现身说法 想老实话 像你这种癌症 现在台长看看 要救起来很容易的 笨蛋 我刚刚要说他会哭 因为菩萨已经感灵 灵感就感灵感 所以他当上来哭 一个人 能够得到欢心菩萨的慈悔 我只要讲到谁 很多人都会哭 为什么很简单 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波 所以没有一个人肯定观世音菩萨会哭哭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太慈悲了 他永远爱我 老天会放弃我们每一个人 小弟你要有信心好不好 你天天给他喝大杯水 你们家有佛台吗 你看佛台怎么办 怎么办 我觉得你们这里的马来西亚工修主啊 就给他 叫叫他 赶快给他家里设佛台 好不好啊 这个小孩子 我告诉你 良心很善良的 实际上他心中很孤独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这个病也是忧郁的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你们父母亲啊 经常吵架 小孩子的面上经常哭 很难过 听得懂吗 他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经常不开心 他一直心里不开心 一遇成定 听不懂啊 你是他妈妈不难 你以为你这么老实啊 还装傻呢 你跟你老公两个凶得不得了 你不知道啦 你还要我讲啊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比你老公凶 我面前最好老实一点 你听得懂吗 现在好一点了 现在也是凶啊 要好好地放下自己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去凶了 就是随软 可可可欺欺笑嘻嘻 听得懂吗 太小了 她在领导 讲了她赏掉了 什么 做了什么功课 做了什么功课 大杯都四十九遍了 像这种癌症的东西 为什么马尔流移之呢 因为癌症 它是细胞 它是冷静 它会跑的 所以就比较容易消掉 听得懂吗 但是如果已经残废了 那些腿割掉了 你在里面 多少张小房子 你的腿也念不回来 大家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我救派那个埋态 你不知道多少个 都是说一直贪心 说一个月两个月死掉的 全部给你救药花了 我救派你们不凶 我没办法救 如果你照着台长做的 什么都救就好 明白了吗 好了 你叫她还要跟姐姐做 四十九遍 孩子很可怜 我只有我了解她 台长说了她心里 你们父母亲都不了解她 我告诉你 真的 你看见你孩子就这么苦 想一想就知道 明白了吗 好好的修了 小房子 小房子 整个完全恢复 大概要 修本了 好吧 慢慢念法 现在有共修组了 不怕了 相互帮助 好了 谢谢 不要再凶了 小弟啊 听到我今天晚上给他一讲啊 他信心被争 很多人面临死亡的人 台长一个人在加持 他都觉得有希望 你说吧 没紧 大人